这个是我们刘东毅刘理事长 就是在三个月前来告诉我 他说他用了一个罗盘 非常好用 就是用在 用所谓的乾坤 是乾坤果宝 叫做龙门八大局 我就 这一次就是在这两天才做好的 我就做了三个罗盘 你们要注意听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客制加上去 乾坤果宝我本来不讲这个 我们只是用一个A4的值 告诉你八个方位的房子 他门不能该开在哪里 开在哪里就会有哪里受伤 那会有 我会一住进来以后 你门开错了 可能就会女孩子的生理病痛 然后生产一定见血光 生产不顺的 那如果换到正要方 就会这个叫做败财 然后开到什么先天位 就会小孩子16岁以前 就会很难养育 所有的开门大法在乾坤果宝里面 都会把它整理在这一张里面 那我现在 邮理事长当初拿给我的时候 是拿一个透明板给我 他说他到大陆去诊断很多的 公司行号的董事长 董经理的办公室 他直接用这一个透明 这里面有三个楼盘 就是要让我们来看平面图的 因为你买了一个新房子 要布局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平面图 因为你还没搬进去 就没有办法到现场 去做规划 那我就用了一个透明的 亚克力 你就把像这一张 这是一个平面图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一个小的 透明的这个楼盘 把它放进去 放到每一个房间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譬如说我这个董事长 办公室在这里 门刚好开在哪里 如果开在天要地要 后天先天 或者是梗门 小人之门 那代表不好 那我们要如何 马上诊断出来 开这个门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要如何来做 所谓的办公桌的改变 或者门的 这个气口的改变 这个在我们全公国保里面 就会用到这一张 那如果 如果刚好 你们有需要的 像国外的 你们 我明天就把它丢到群里面 就直接用那个什么 你们再去影印就好 你们再去输出 那接下来下一堂课 我们会教这个24三的 开好门 安神位 就要动到这一张楼盘 那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 没有去印出来的 我们下个礼拜 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你可能就跟不上 所以你们势必 如果要买的可以买 那如果不想买的 你就赶快去印一张出来 但是要印两张 因为这是两层 这一张你要印两张 然后把它中间的用起来 然后可以 要动 因为我们下个礼拜 可能会叫到这一张的话 要去动 这一张 学起来以后 你要 以后要找神位 或者要开门 要开店面 如果你住了一个店面 要开进财门 或者是要开什么门 就比较容易 用这一张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断 找到好的方位 那还有一个 这个叫做红黑段金融诀 现在我们的杨大理事长 最近都在准备要招生 就是要教金融诀 我们的刘理事长 上次也花了好几万块 去跟他学金融诀 那我们这张裸盘里面 也花了五万块 就是学金融诀 2016年17年以后 所27年的大运 就是二元八运 我们就会在这张里面 告诉你 你要买什么样坐项的 这个房子 就是靠这一张 那室内 你的门开错了 会有什么一个现象 或者在十字路口里面 你要看哪一个区块 哪一个方位的房子比较好 土地比较好 就是用这一张 那这一张就是复兴水法 这个是叫做看纳气吹彩的 所以这三张一样 我们未来的课都会用到 那连刚刚介绍的这一张 总共这一次会用到四个裸盘 那你们如果想要事先赶快download下来 准备好我们上课的时候 你才能够跟我一起同步来做操作 就算是重度了 这个房子 感谢观看